大家好,今天是5月31日星期五,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首先看一下今日的新聞提標 有人將豬肉標籤為梅塞,企圖蒙運過關,走私入口 溫哥華馬蒲區新添一所托二所 自由黨宣傳輔助退休人士的政策 非洲豬瘟在中國和歐洲等地散佈 加拿大邊境服務處CBSA一直都嚴禁豬肉製品入境 為的是保護加拿大每年生產值達200億的豬肉產業 但想不到依然有人為了口福而走私豬肉製品入境 CBSA最近就在多倫多Pierson機場 倒截了一批標籤為梅塞的豬肉香腸 緝屍狗Ambrose再次利用自己靈敏的臭角而立功 其實較早前都有華人這樣做 但被CBSA抓到後就得不償失 攜帶豬肉製品入境而隱瞞不報的旅客 可能要面對1300元的罰款 甚至會被檢控的 大家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雲哥華貓埔區新增了一間托兒所 叫做Kids at Marine YMCA 今天早上由市長金賴迪親自主持開幕儀式 這間托兒所可以提供37個名額 由嬰兒至5歲大的幼童使用 包括了12個名額是給36個月以下的幼童 25個名額就給3至5歲的幼童 市府以相宜的價錢出租給非牟利團體 大溫哥華YMCA經營 選舉臨近執政聯邦自由黨頻繁宣傳自己的政績 列治民東區國會議員蘇立道 今天就在選區之內 介紹聯邦政府各種優惠退休人士的政策 其中OH Security的變革 將退休年齡從67歲降低至65歲 此外 又推出CPP的增強版 讓將來退休的人士 可以拿取更多的退休金 尹哥華明天6月1號 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日間天晴最高21度 UV指數是8 級數屬於甚高 晚間天晴最低只有13度 接下來一齊看看加東和香港的新聞 非法混入菲律賓的加拿大垃圾 終於啟程找回來加拿大 這些垃圾將會送到溫哥華 菲律賓政府早前向加拿大表示嚴重抗議 接回住加拿大的大使 並且威脅說要強行將垃圾倒回加拿大領海之後 加拿大終於妥協 自費將垃圾找回來加拿大並且處理 被找回來的垃圾數量更多 裝滿69個貨櫃 垃圾當中除了電子廢物之外 還有不少在用過的料片 貨櫃約在20天後抵達溫哥華 日政府官員表示垃圾貨櫃很臭 會在下季完結前處理好 將會送到本阿比的廢物處理中心 前一段時間我們新聞報導過 加拿大著名的Tim Hortons 在中國上海開了第一間分店 受到中國消費者的歡迎 曾經在加拿大B.C.省留學國的張漢就說 我很喜歡來這裡 他令我在上海找回以前在加拿大留學的感覺 這間位於上海繁華地段的Tim Hortons 不僅提供正宗的加拿大食物 電內外裝飾都充滿加拿大元素 雖然目前家中關係處於歷史最低點 但加拿大企業對中國市場依然看好 其實在Tim Hortons登陸中國市場之前 加拿大很有名的服裝品牌Canada Goose 就已經成功在北京開了一間旗艦店 也受到消費者的追捧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香港有沒有豬肉食 政府今早在上水逃房豬欄 發現一隻來自梅州的豬死亡 樣本裡面驗出有非洲豬瘟病毒 搞到純粹逃房內 4,700隻豬肉全數燒毀 逃房在今晚起暫停運作 直至燒到完成為止 而全環逃房就不受影響 預計明天會有少量活豬供應 上班如果多工作 以後可以參考一下 黎頓的工程師的做法 黎頓工程師黎家浩今晚做工 被問為何拖欠一百多份檢測和策略申請表格 其就公稱說 當時有想過檢查後一兩日報交 但最後因為太忙而忘記了 根據黎家浩上司 譚智明的證供 港鐵在2017年 曾批評黎頓 拖欠當分純粹的表格 譚智明當時回應 港鐵表示 自己已經和團隊人員溝通 會盡快報回 但黎家浩今天就說 當時又向譚智明 承認沒有交到那些表格 但就忘記譚智明 有沒有提醒自己要補交紀錄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林曉峰的太太 和奶奶關係都不錯 而林曉峰今天 被問到一條經典問題 她有一個挺特別的答案 我們來聽聽為什麼 她是一個很自由度很高的媽媽 比我們 又沒有說 有什麼規限 唯一是她定的標準就是太高 就是 永遠我 很多時候我工作 她都會告訴我 都不錯 不過 我一聽到不過 你永遠都 我都覺得我做得不夠好 現在我經常都會想這件事 我都會覺得 因為大家的接受程度不同 有些人可能對著我媽媽 如果你有個媽媽 是一種這樣的 鞭策的方式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 真的很有鼓勵性 但我是差勁 我就覺得 這樣我已經 受不了 那你怎麼消化 那你怎麼消化 怎麼消化 就是 盡量少一點 少一點 接觸 那太太呢 她很遷就人 她很遷就人 還有她 她是一個 懂得和人相處的人 那我 我是 在她身邊這麼久 我都還沒有學到她 學到她 那種 她懂得和人相處的方法 我還未認識 因為很多時候 對外 或者是 我是好像 將她變成一個擋箭牌 那樣 她譬如說 幫我對著家 或者是 甚至我 我 因為她 的好 而我 因為我和她在一起 很多人 就 連我那些壞事 都慢慢 就是 拆走了 就是 都很好 你這樣 這樣 我 我 就是覺得她 懂得做人 我不懂得做人 但是這個節目 主要是否講 這個婆式關係 是嗎 她想 她想帶出這些 現實中 和婆婆的婆式關係 因為很多人說 娶了老婆 就搶了兒子 我們從來都沒有這些 從來都沒有摩擦 不是因為我 而是因為我婆婆 我婆婆 是一個很 她很懂得做的 老人家都要懂得做的 她很 知道年輕人不喜歡 勞騷 就是 她從來都沒有 也沒有批評我 她只是鼓勵 或者 給一些意見 她也不會覺得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意見 或者怎樣 她都會接納你的意見 是的 譬如她說了一些 如果我沒有真的 100%跟她做 她都不會生氣 那生氣呢 作為中間人 就是你 結了17年 我不是一個中間人 那你太太和 她才是我 和我媽媽的中間人 是 我就是 譬如說 我看見我媽媽對她 這麼懂得做 我媽媽對我的事 和對她的事 是完全不同的 是 我媽媽又會批評我 又會說我這事不好 所以我經常和她鬥氣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自己的方法 令到太太和媽媽 可以好好相處 我媽媽一早已經知道 我是 不是太太 不是太太 而是我有了自己的家 我一定是 就是 自己的家為先 如果太太和媽媽一起 掉落水 會救誰 你會很經常看的問題 那你會怎樣處理 我一定是救我老婆才行 是 因為我經常都說 那個是我媽媽 但是她也有一個人 叫做她老公 那個老公是負責 救她的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下星期再會